新北市有名雄姓男子出门上班时 经见父亲与黄姓男子当街争吵 雄姓男子一直情绪很激动 拿出工作用的水果刀朝黄姓男子攻击 造成黄姓男子头部及所手有撕裂伤 警方获报到现场之后 逮捕雄姓父子两个人 并且依杀人未遂最嫌 伤害回损等罪 移送新北市地检署成板 骑楼间三名男子发生口角争执 三人推脊拉扯互不相浪 最后有人拿出刀谢 吓得附近民众赶紧报警 事发就在新北市中和区 连盛街景平路口 11号上午11点 黄姓男子和雄姓男子 原本就有金钱纠纷 没想到冤家陆窄 在路上巧遇当场吵了起来 这时雄姓男子的儿子 前往上班途中 看见父亲与人有纠纷 就拿起工作用的水果刀 上前助阵 朝黄姓男子挥刀 造成他头部及左手撕裂伤 被砍伤的黄姓男子 当时躲进便利商店求救 远景货报到场 将黄姓男子送医 也将雄姓父子俩 带回派出所 警方呼吁民众 希望不要意气用事加深冲突 这回儿子为父亲打抱不平 却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 这么多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喔 我看你真的要做了 我看你好